国立三重高中参与全国花灯比赛 今年再度获得了冠军 学校不习成本用心制作的冠军作品 平安虎 不但广结善缘 以灯会友 在国富纪念馆也特别的引人注意 国立三重高中台北灯节五度夺冠 再度为三重争光 2010年台北灯节在国富纪念馆隆重登场 在琳琅满目的花灯作品当中 国立三重高中的作品特别引人注目 因为他可是勇夺本年度花灯比赛的冠军 我们国立三重高中非常重视传统艺术 每一年都非常勤力地在做我们的传统的花灯 那老师跟学生一起来带动来做 那从猴年开始呢 我们到今年已经第五度 荣获全国台北灯节的冠军 由国立三重高中14位师生共同创作的作品 有慈眉善目的观音法像 还有充满喜气的平安虎 校方不惜成本用心制作 希望用好作品来结好园 播放那个六字大名作 All money by me home 那让大家听到都会产生心地的力量 当他们内心因为听到这个 All money by me home的那个作语 以及看到这么好的花灯 他们内心产生欢喜心 我就觉得我哥结得好园 所以我们花了再多心思 我们都很愿意参加 好的作品除了可以结好园 同时也能够在这场全国瞩目的盛事当中 为三重争光 他们除了参加台北市的全国的花灯以外 在我们三重这一次的花灯比赛 也制作了两组 有马祖跟这个观音 那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三重这两组也一定不比这个差 我们非常感动 也祝福我们国立三重高中再度夺冠 迎接云霄佳节 除了可以到国父纪念馆参加台北灯节 临近的三重综合运动场 同样也可以欣赏到精彩的元宵花灯 天安宁新闻方箭凯丽门会台北采访报导